有多少人,只为看他一眼,那些信徒,他们无体投地,只为心中信仰 来拉萨的第二天,把相机寄存一下,昨晚忘记充电了 来到这家,听说是拉萨唯一有尼姑经营的茶馆 花了16块钱吃了一碗藏面,一份土豆,当然还有早餐必备的甜茶 来拉萨的第二天,还是从一杯甜茶开始 吃完早餐后开始今天的行程,跟随人潮,走在拉萨的街头 我约了今天一点钟去布达拉宫,然后现在跑过去 从布达拉宫广场穿过隧道,就到了布达拉宫下面 提前一天在公众号上预约,因为疫情原因,布达拉宫里面都没有什么游客 我们四个人拼了一个导游讲解,每人50,布达拉宫门票200 公众号上预约布达拉宫的时间,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大排队 因为今天没什么人,所以我踩点进来的,布达拉宫外围是可以拍照的 听说布达拉宫的白墙是牛奶刷的哦 这里才是真正的布达拉宫宫殿,里面不能拍照 这里面存放了8座达赖喇嘛圆寄的宁塔 从宫殿出来刚好用时两个小时,下午三点半已经没人了 出来后直接到对面的药王山,打卡50元同款 再步行到布达拉宫右边的小公园,晒太阳,突然刮起这冷风 我才起身回清女,晚上七点太阳还没下山 回去的路上经过清蒸市集,买了一份凉粉当晚餐 一天结束,回到清女了 装一杯热水,去天台吃饭,泡一包广州带来的无糖豆浆 这是我第一次吃拉萨的凉粉,再搅拌一下 今天暴走两万步,搭配快越了2300公里的豆浆 现在天还这么凉